慈禧来到西安,去巡抚衙墨后院接手的时候,竟遭到三次偷窥。 慈禧来到西安,去巡抚衙墨后院接手的时候,竟遭到三次偷窥。 慈禧被偷窥,这个事儿不大可能吧? 事实上,这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真神慈禧在紫禁城仰尊处忧的时候, 坏人想看他,一眼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可是未必八国联军词, 喜淘到了西安,偷窥太后老佛爷,对一些别有用心,那人就变成了可能本门所有图片, 全部来自网络感谢原作者,如侵犯您的权利,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图片,与内容无关请勿对号入座。 1900年八国联军名枪放炮杀向了京城祠,喜太后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霄云她急忙领着光绪, 龙玉还有李莲英等人坐上马车,直奔西安的方向逃了下去此喜太后八月底, 经一路在陈春轩等人的保护下,走了两个多月这才到,那西安成西安, 当时正在闹大旱灾老百姓甚至已经到了一子而食的程度故此当地的官府, 想给慈禧太后修一座漂亮豪华的兴宫,已经不可能了只能让她委屈地住进了北面的 巡抚衙门、存春轩等官员为了,让慈禧住得舒服住得满意, 故此他们对巡抚衙门进行了大幅度的装修。 不仅该刷的地方都刷了虚改的地方都改了负责接待的本地官员还特意花了一千两银子为慈禧太后, 在巡抚衙门后院修了一个干净,漂亮的大厕所慈禧太后这日从卧室出来, 在太监和公寓的保护下直奔大厕,所而来可是她刚刚进去如厕, 就听李莲英在外面大喝一声,是谁躲在哪里立刻拿下,慈禧从厕所出来的时候, 发现李莲英领的几名太监已将躲在于处房后,正在伸着脖子向慈禧如厕的方偷窥的人给抓住了这个人三十多岁, 自称新王,她是随着涛厕所的分车禁的,巡抚衙门, 然后偷偷地躲到了后院一间堆满杂物的屋子里, 她借着慈禧如厕的机会一个劲地向慈禧偷窥其目的,不言而喻, 她要一睹天言,然后向同伴炫耀。 慈禧对陈春轩发了一顿脾气, 后陈春轩急忙加派的一百名八旗兵到巡抚衙门, 充当了护卫为了阻止抑郁不轨的人在混进巡抚衙门掏厕所这样的粗活, 也都让这帮八旗兵们干, 那可是巡抚衙门刚刚消停了几日,又发生了新的情, 况这日中午慈禧午睡后,去后院如厕, 可是刚刚走到厕所前面就听搀扶, 她的宫女小荣子低声道, 老佛爷我发现后院墙外的树上有人, 慈禧虽然已经六十多, 那可是眼睛不花她抬头, 往后院外面的柳树上一看果然隐隐约约发现树棺的枝叶浓密处, 藏着一个人这个人伸着脖子正一个劲儿的往院子里偷窥人, 都有好奇心, 要知道在清朝的时候谁要能偷演乔依, 下慈禧那都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可是偷窥慈禧, 那是要杀头的, 但有些人偏偏胆子很大, 他们竟冒着杀头的危险, 也要对慈禧进行偷窥里连鹰一声大喝, 负责保护慈禧的八七兵, 立刻开工放剑那个藏着树棺中偷窥的人, 惨叫一声, 便被院内护卫的利剑射中一头掉落树下不用压, 复刑场砍头小命就丧, 再当场了慈禧太后气得也不上厕所, 转身就回了卧室, 将には很喜欢的资金 BET。 会ی 免贷的金顶就像我们有限的标准。